北齐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政权 由高氏家族建立 高氏家族六任皇帝都是荒淫无道冷酷残暴的君王 其中高成在15岁时就和他父亲的宠妾沟通成奸 登基后更加肆无忌惮 高扬则经常下令宫中侍女不得搭一 更残忍的是砍掉爱妾的头藏在怀中 甚至肢解尸体做成枇杷 高伟更是极其变态让妇人被狗咬死并大笑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 蓝灵王高成功也是这个家族成员之一 但并没有丑陋行为 反而军功赫赫 结果被高伟刺死了 此后北齐在历史上就被称为变态家族禽兽王朝